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你来看到 位在密克罗尼西亚的东部海岸 有一座废系古城 名叫南马多尔 它是由上百座柱状玄武岩 跟珊瑚新建而成的人工岛 因为周围就是交错的运河 因此被运为是太平洋的威尼斯 为了调查王朝崩解的真正原因 台大地质系教授沈川舟跟博士工首业 靠着分析珊瑚年龄 重建建造历史 发现古文明的消失 竟然跟气候变迁有关 综合交错的运河 包围着高耸斑驳的废弃古城 涉水度过才能抵达 位于密克罗尼西亚首都 波纳佩岛的东部海岸 有座名为南马多尔的古文明遗迹 远眺如同海上浮沉 因此被誉为太平洋威尼斯 但古文明为何消失 经过近两百年研究 尚无确切解答 是科学家想破解的谜团 台大地质系教授沈川舟与博士工首业 穿过河流和红树林 就像穿越了时光洪流 探寻王朝当年的新衰 看看南马多尔重建后的影像 壮丽庄严 整座遗址是由超过百座 以柱状玄武岩为主要结构 与一颗颗山谷填充其中 新建的人工岛屿组合而成 总重量100万公顿 占地约18平方公里 过去是绍德雷尔王朝之都 因王朝灭亡而荒废 遗留下的巨石墙面 震撼人心被认为是功臣奇迹 却难逃剧烈气候下的海水入侵 但一排排的山谷 透露着古城消失的蛛丝马迹 1.5公里 宽有0.7公里 非常大 非常大 那总共它是这样 它每个岛呢 它是用那个柱状玄武岩 就是澎湖的柱状玄武岩 没看过 柱状玄武岩一根一根的 那每一根都是好几吨好几吨 最重的还有10吨20吨 这么重 那中间里面呢 就塞珊瑚 如何仅靠人力搬动石块 打造出蓬勃大城 至今仍是迷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辉煌王朝崩解 团队们靠着山谷标本 重建建造历史 原来海水 我们很多地方必须要涉水 那从这个 这个被海水浸泡的地方来采样 不过这个也幸好 就是因为被海水浸泡的 这个珊瑚标本 它比较不会发生再结晶的现象 不然的话再结晶以后 这个标本就不能用了 团队们涉水 总共采集172个珊瑚 经肉业初畔与仪器分析 最后选取167个 保存良好的珊瑚样本 再透过幼土绝对定年技术 分析珊瑚年龄 数据显示 南马多尔的建设 主要落在两个时期 第一阶段从10世纪到12世纪 标志着王朝兴起 第二阶段12世纪末到15世纪初 其中可以发现 第二阶段相对海水高度持续上升 以至已低于平均海水面 因此蓝色色块 也就是在防坡堤采集到的珊瑚标本 数量明显变多 近40%的珊瑚 被用于加强堤防建筑 远远高于首期的7% 合理推断是因气候不稳 太平洋的气候震荡 加上反升音现象 造成大量海水入侵 东风一直吹 就反升音的时候 那个海浪会从 海浪到海边 海浪变的时候 会加成会越来越高 会越来越高 能量越来越大 鱼身就一直打 一直打 打着这个鱼子 它不是外底入侵 是海水入侵 第二阶段的年代的化石 大概是比较靠外海的 那个时候这个岛 可能已经有一点 在逐渐下沉了 研究发现岛屿下沉 造成的海平面上升 以及太平洋 恶劣的气候环境 对南马多尔的建设 造成严重威胁 最终南敌海浪吞噬 然而气候逐年恶化 2020年到2022年间 太平洋连续三年 历经反圣音现象 穿回索罗门群岛等岛屿的设施 就怕海岛悲剧再重演 海水面是 我们是每年 每年是0.3公分 你说0.3公分没有什么 很小 可是10年就3公分 100年就 是30公分的 可以减稳 不要花坛 不过这个话 过去600年前 这个沙德尔的王朝 瓦解就是我们活生生的例子 璀璨王朝一夕间崩解 敲响警钟 尤其当前太平洋于印度洋 气候震荡加剧 如何减少全球暖化的冲击 成为当务之急 其许不再出现下一个气候难民